虽 男人粗利的手掌中归带着外边的寒气 仰 又不是寒冷 惹得惊吓到抽凉气 起了细细蜜蜜的鸡皮疙瘩 我 哪怕眯着眼眸的人总算是起了反应 大人你干嘛 暖暖手 路易一本正经 惊吓扭来扭去想躲 带着未睡醒的心松 大人别闹 我想睡觉 你睡你的 惊吓哼起一声 他的手在乱摸 他哪里睡得着 但此时天色尚早 身子疲倦 他到底没有睁开眼 大人就知道欺负我 那嘀咕声嘶吼没能劝阻 反而更像是煽风点火 一大清早 他不去练剑 总得找些别的使消磨过剩的经历 冬日 暖枕 娇妻 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 惊吓不理路易 只是往他怀里钻了钻 青丝披萨 眼眸低垂 果真是睡他自己的 路易倒是无妨 他乖就好了 满手软软 总觉得依稀不太对 但他没有多想 姑娘嫁人了 总会有变化的 昏尘的冬日午更天 是路易放肆游宜的手 是惊吓慵懒放纵的柔 半睡半醒的人 偶尔轻轻哼记着 似舒服 似不耐 路易极少青天大百里折腾人 主要今日无事可做 惊吓微微眯起眼眸 朦胧中能看到路易的模样 他垂着眼眸 似乎在做什么寻常时一般 他忽然捂住脸 这似乎太过色气了 就这么由着大人胡来 而他还以贪婪想受眯着眼 他似乎想抗拒 但又忍不住沉沦其中 直到路易的手继续往下 他默得按住路易的手 呀 大人不可以 会管人来人往 房里的床又不好 万一咯吱咯吱想咋整 更有甚者 床塌了咋整 路易看着踏水连连的蒙 到底是收回了手 知道 他言报 掀开被子起身 惊吓 知道什么 大人要去哪里 路易穿上外衣 披上披风 去吹吹风 诶 大人 不会他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吧 平素也没见大人这么听话啊 床不好那可以换个地方整不是吗 路易蹭了蹭他的脸 继续睡 一会我来喊你用早膳 言吧 转身离开 他看着路易离开 简直一口老血 就这 就这 大人居然就这么走了 他添味量把他给折腾行 然后就 不负责任地走掉了 他怎么觉得路易是故意的 就像是花街的姑娘般欲情故纵 惊吓气地垂床 路易 你大爷的 他默默望着金沙障 莫名地烦躁 翻来覆去睡不着 论下也起床的怨念 越想越不爽 他不由咬牙切齿 哄 大人今日走了 下次可别求着他 惊吓翻来覆去睡不着 难得起了个早 他推门出去 看着天蒙蒙亮 许久未见这种光景了 他果然太懒了 路夫人 惊吓回身看到贺田 那人一身白底红花的冬营衣裳 干净又婉约 冬营来的姑娘 看上去小巧玲珑 似乎生来就可爱 你醒得倒是早 昨夜睡得可好 家父告诫 身在异乡 须得闻及其武 练好功底 方可保护自己 贺田笑着点头 有劳路夫人关心 今下想起路易的话 贺田怀疑他们的身份了 贺田小姐可愿与下野走一走 听闻会馆中的山茶开得极好 跟你这种小美人最是般配了 好 贺田一笑 就露出小狐牙 路夫人宛若冬日阳光 温暖明艳 还带点废弃 那路言冤喜欢的便是这般性子 你却是时分讨喜呢 山茶花开得极好 贺田 张宽正在全城松你 贺田脸色一白 我不会连累二位 我现在就离开 我又不是赶你走 被张宽喜欢又不是你的错 你是真正将张寻抚迷的横七竖八 我听闻他最近为了找你都不办公了 贺田微微皱眉 横七竖八 哎 应该是婚七竖八吧 路夫人的成语说得很可爱 惊吓楼过贺田的肩 像是对待妹妹般 我与大人护你一时 却护不了你一世 但是 我有个对付张宽的方法 贺田忽然警觉 你们到底是谁 他们不是坏人 但是不代表他没有怀疑 你说那位路大人是东赢落魄王族 那他东赢的姓名是什么 我们的身份 该告诉你时 自然就会告诉你 但 我真的法子让你彻底摆脱张宽 哎 要不要试一试 惊吓朝贺田伸手 静静等他回应 贺田游一片刻 愿闻其想 他不想与张宽为敌 可张宽步步紧逼 他已无路可退 若是 杀孽是他跟张宽的劫法 那就让他来做这个恶人 今下说起了张宽贪睡的事 如果你能拿到账本 张宽必死无疑 皆是天涯海角 皆是你归处 贺田正住了这一死事 要他扳倒张宽 扳倒 张宽 那名声极好的二品巡抚 哪是那么容易对付 我孤身一人 若想要拿到账本 必定要对张大 张宽须以威仪 若是无法扳倒他 我便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不必担心 我们怎会让你孤身入险境 张宽之所以敢强取 不就是欺你家中无人撑腰 贺田眼谋暗淡 两年前 家中无人 自此孤身 那年他才16岁 他的家就被张宽给毁了 一众亲邦 无人生还 最可笑的是 他还认贼作友 把张宽当成大哥般敬重 锦下半针半甲编着 我听我夫君说 在东营 只有华族 贵族 豪族 才会有名有姓 普通百姓只是有名无姓 你能逛贺田的姓氏 想必不是什么普通少女吧 我夫君也是东营若破王族 宁头还是能拿出来下下人 有我们看着 张宽不敢这么放肆 他说的煞有介事 我夫君的东营名字是清泉夜冲 大家都喊他夜冲君 我嫁于大人后 官夫姓 叫清泉夏子 但我是大明人 大人又入坠我家中 故而平时都是用大明的姓名 贺田云却还在游以 你们这么做 目的是什么 我们有同样的敌人 张宽 你们与他何怨何仇 惊吓随口一扯 又是顺理成章 大人的父亲 自从逃到大明 便隐姓埋名 安安分分 苟且而生 但他还是被张宽给害死了 惊吓是真觉得 若是将来不甘不快 完全可以去编小画本 他悲情地擦着不存在的眼泪 狡匪看窝 本是工业 奈何张宽矫网过正 连那些无辜的东营人 都要杀了冲公计 血海深仇 烟能不报 今夏拉着贺田的手 言之灼灼 贺田妹妹 咱们目标一致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们为什么不相亲相爱呢 贺田不知该信不该信 夏小姐说的不像是假话 张宽为政绩不择手段 奈何他真有工业 民间百姓愿意吹嘘 今夏看贺田为难 你若是愿意干 可以跟我们干 你若是不愿意 那我们不会强迫你 会管门口忽然起了喧嚣 是张宽进来 贺田脸色瞬间就变了 那是挫付的痛苦 那是无处可逃的绝望 他无路可退 如果板岛曾经敬爱的大哥 即将下架的父君 是他唯一的生路 那他愿意一事 外柔内刚的东营女子 眼中直升坚定 你们想怎么做 今夏打了个响指 搞定 你就说大人是你的远方表哥 我家大人是东营王族后裔 又是家财万贯的商骨 由我们给你撑腰 张宽就得按规矩来 婚事不得草率 东营王族不作妾 怎么说也得找个平期 咱们设法拖延婚期 趁机接近张宽 磨出账本 贺田交握在身前的手微微钻紧 我们拿到了账本又该如何 张宽一手遮天 福建又是商高皇帝远 我们怕是求告无门 经下一本正经说瞎话 我们与浙江刑商多年 认识的人海了去了 官场我们有门道 后宫我们也有门道 你出门去打听打听 最近福建来了个叫 沈经的锦衣卫经历 他们就是替陛下来查试收的 贺田抬头 同龄眼中再无有意 张宽不仁 我只能不易 今夏捏了捏贺田的下巴 从现在开始 叫我表嫂 客田嘀嘀喊了声 表嫂 顿了顿 似乎在试探 那我是不是该叫陆公子 表哥 呗 我们家大人不尽人情 从来不认什么姐姐妹妹 你还是叫她的名字吧 悬抚张宽要搜查会馆 路易冲面阻拦 看着来人刀剑中架 张大人 会馆皆是万商 大名气度恢弘 怎么好动刀动枪 张宽从屋檐一遇而下 他生得不错 带着一点匪气 如今这么偏偏落下 倒是有母有亚 有点高人的意思 但 路易在张宽落地时 伸手扶了张宽一把 若是他不服 张宽说不定就跪他跟前了 这么大的礼 言冤可受不起 路易只觉得此人是来搞笑的 轻功不好 还学人家一遇而下 也不怕舍了那膝下黄金 谁给你行礼了 自作多情 你谁 见这本官也不知道下跪呀 张宽非李斐气的 他虽然穿着官服 但帽子都没有好好戴 显得十分不正经 这言行举止 总让路易想到了陛下 分明高高在上 却活得自在潇洒 丝毫不顾及自己的身份 在下东营商人 清泉夜冲 多年生长在大明 大明姓氏名字路延渊 张宽上下打量着路易 东营商人 那又怎么样 含料不起吗 他们越港来往商人无数 管他清泉夜冲 还是路延渊 不过都是沧海一宿 全都是给他送金送银的 他转身看向汇聚过来的外商 我来此 是为了找一个东营女子 长得特好看 他就躲在这会馆中 如果你们见过他 藏了他 就赶紧交出来 若是你们谁敢窝藏 本官就摘了你们的脑袋 路易皱眉 张宽够嚣张 以方霸主当得太久了 张宽仅比他大一岁 一问鼎儿品须贤官员 与他同街 贺田云却是我表妹 表妹 张宽表情变得殷勤起来 赤则下属放下刀刀剑剑 哎呀 原来是表哥啊 这可是自家人 多有得罪了 对不住对不住啊 路易 张宽变脸太快了 一看便是做官的料 我表妹被抢娶 求救于我 我将她带回会馆 有何不妥吗 张大人 哪条大名律律说过 不准将自己的亲人接回家吗 没有 没有 事在下不对 不知云雀还有家人 云雀也真是的 可都没跟我说 昨日婚宴都未邀请您过来 婚宴 我表妹都逃婚了 何来婚宴之说 路易轻痴一声 张宽是打定主意 要强卖强卖了 张宽收起掉耳郎当的模样 表哥 你有所不知了 我与云雀不是强曲 我们相识多年 两情相悦 已定终身 眼见快成金了 云雀跟我闹别扭了 三番两次往外逃 他说着 颇为苦恼 表哥 你可千万要相信 我去云雀是出于真心实意 我会对他好一辈子的 路易刚见面 他一声声表哥喊得十分熟练 今下事实登场 说辞是张口就来 哎呀 这就是张大人吧 可真是一表人才 也不知我那小表妹想些什么 这么好的人居然不肯嫁 路易 不知为何 夫人一开口就有媒婆那位了 想必见过的媒婆太多了 夫人相亲时可怜起来 估计能出个话本 呃 夫人如何花式被人拒绝 以及如何花式拒绝别人 张宽一看今下 脑子转得十分快 想必这就是表嫂 我表哥厌福不浅啊 表哥表嫂 今下看了眼路易 挑了挑眉 这任亲速度够快的呀 路易皱眉 嫌弃 快意于言表 谁是他表哥 跟他很熟吗 今下看出路易不悦 主动挽救那不知深浅的寻抚 张大人 我家表妹尚未嫁你 这表哥表嫂就先别喊了 好的 表嫂 今下 可以做他吗 冷静淡定 对方是二品虚嫌 他一个小小不快 喊是卑微 来人啊 将表哥表嫂一起接回我张府 借着贺田这一层关系 今下和路易里顺利摸进寻抚抚牙 张宽是那个热情相邀 一会说要尽地主之仪 一会说会管环境不好 一会说一家人增进感情 总之 真的像是那种冒足金要娶心爱姑娘的矛头小伙一般 面对张宽的满满诚意 今下头逃暴力 张大人 我觉得你挺好的 但你要理解 我家妹子心有惶恐 我知道 你与她之间的仇 真的不能怪你 你是大明的官 拿着凤路要干活 若是没有你们当时的青角 哪有福建如今的太平生活 贺田吧 其实也是喜欢你的 不然当初怎么会答应嫁你呢 只是她突然知道帮众被杀因你而起 难免心里会有疙瘩 你要给她时间 那新点 慢慢哄 我们贺田是王族后裔 亲事那绝对不可以马虎的 怎么着也得争一个平期 哦对 还有彩礼 如意 真的 夫人真的很有媒婆气质 今下骗完张宽 忽然想到自己蹭酒席的案子 对方满心以为是大团圆结局 她默默掏出了破刀 磨刀霍霍 张宽看起来是十分喜爱贺田 而他们却用贺田来调张宽的秘密 嘖嘖嘖 她还真是一个没心没肥有脑子的不快 神经得知消邪路易入住寻抚抚牙 旧 心很累 他们查得累死累活 又要注意隐蔽 又不能打草惊蛇 大人明明置身事外 却机缘巧合 轻轻松松接近核心 将还是老的辣 谁让大人懂东营话 大人已进入案子核心 他们只能在外围配合 他们已在衙门外围不控人手 务必要保证大人与夫人的安全 巡抚衙门 张夫人听闻夫君要恩请贵客 贝勒客房 贝勒午膳 带了一大家子在正门迎客 张宽一回来 他的孩子就嬉笑着涌上来 见过爹爹 见过诸位贵客 惊吓一算 好家伙 七个孩子 张夫人更是殷勤 家中简陋 贵客不要嫌弃 惊吓与张夫人攀谈起来 办案吗 就像战场杀敌 他原惊吓是不动声色取 对方手急的那种 唐人永远猜不出来 在亲切随意的交谈中 究竟被他套了多少消息出来 路易看张宽与孩子嬉闹 不由自主看了惊吓一眼 先前他不急 甚至刻意避开 如今是想要孩子 也不知何时才能传来喜讯 贺田察觉 路易看惊吓 心思微妙 他怎么觉得 路公子看路夫人的眼神颇有深意 就像他那晚揭开防瓦 看到的带着压抑和紧绷的眼神 那是看旁人所没有的眼神 对方揭开防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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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